快点 把你东西收拾好 赶紧滚 小智 刚才你说什么 舅舅 这怎么回事啊 告诉妈 妈 这我跟小智 我们两个离婚呢 我们两个过不下去了 舅舅 你说什么 什么离婚呀 这孩子都有了 怎么能说离婚就离婚呢 可不能离婚 妈 这个过不下去了 不离婚干嘛呀 孩子呀 我带走 舅舅 妈知道 小智 她有点懒 你放心 以后呀 我要好好说说她 听妈的劝 咱不离婚 带回这孩子 不行 妈 这小智 狠话已经说出来了 刚才 她还让我走呢 我在这个家 待着 她干什么呀 你说什么 她赶紧走 她赶 小智 快过来 给舅舅赔个博士 我不给她乐 你这孩子 怎么那么不听话呀 舅舅 这个家呀 是你的 她给我走 要是走 也要带她走 妈 我看是你儿子 你怎么向着她呀 你是我儿子怎么了 现在 我不要儿子 我真要是媳妇 要是走呀 你还是走吧 妈 不要你了 我说妈 你到底向着谁呀 这一吵架 你就吵我 合着 全部都是我的错呗 就是你的错 你什么脾气 我还不知道呀 舅舅 咱不走 妈 这小智 是你亲儿子的 你怎么向着我 不向着她呀 算了吧 妈 还是我走吧 舅舅 咱不走 要走呀 也让她走 小智 既然这个家 你不想逮了 也让鬼吧 妈 这里可是我家 要回 也让她滚呀 我刚告诉你 小智 我只要儿媳妇 好 你要儿媳妇是吧 行 那你跟你儿媳妇过去 我走 行了吧 你走着才好呢 舅舅有人欺我了 妈 这个家走的人应该是我呀 你怎么让你儿子真走了呀 静静 你不要再说了 他在这个家 除了让你生气 以后呀 我没有儿子可以 我不能没有儿媳妇呀 妈 这不合适吧 有什么儿子 静静 你就放心嘛 以后在这个家 我不会让你受苦的 这孩子 我帮你呗 以后 我给你钱花 别说了 赶快把衣服出这屋里去 走 谢谢娘 这小宝 睡着了吗 妈 刚睡着 来 让我看看 看这孩子 多好呀 静静 累不累呀 没事 妈 我不累 不累就好 静静 一会儿啊 妈有事 我出去一趟 妈 这你要去干什么呀 也没这么大事 出去有点小事 妈办完事就赶快回来 这饭呀 我做好了 一会儿你别往哪儿吃了 行 那你去搬什么吧 把孩子给我吧 来 宝宝 奶奶出去了 你慢点啊 妈 好 妈去了 来 这妈说出去办事 这到底是去办什么事了 这怎么还没回来呀 哎 哎 静静 我回来了 妈 静静 你可回来了 这我刚才还担心着你呢 这昨天出去办事 到现在才回来 干什么去了呀 没事 静静 孩子呢 孩子啊 睡着了 放屋里去了 啊 让他多睡会儿吧 静静 是这样的 我昨天回老家了 办点事 回老家 妈 你回老家 办什么事去了 这事情办完了吗 办完了 静静 给 这些钱啊 你拿着 以后 你想吃什么 就买点什么 想穿什么衣服啊 去买点身 这以后 这小宝买什么东西 你随便买 妈 这我不能要你的钱 这我和小智 正闹离婚了 我要你的钱 算怎么回事啊 静静 说什么呢 你是妈的儿子媳妇 到什么时候 花妈的钱呀 都是应该的 再说了 你还带着小宝呢 身上没钱 对吗能行呢 听妈的话拿着 谢谢你啊妈 这我和小智 都这个样子了 你还对我那么好 静静 谢什么呀 我们都是一家人 你放心吧 以后啊 就是妈的女儿 这妈 还有一个静静要给你 静静 这个存折里面啊 有五十万块钱 你拿去 妈 这存折里面 怎么那么多钱呀 你在哪弄的呀 静静 我就告诉你吧 这前两天啊 我说去办点事 我就是回老家了 把家里的地和房子都卖了 把房子卖了 妈 这老家的房子 是你一生的心血呀 还有那地 你卖了咱们种什么 吃什么呀 静静 你看 在多少年 还不回老家一趟呢 那房子还要他干嘛呀 还不如卖了 那地啊 我也不想种了 卖了算了 这个钱啊 你拿着 以后 咱再买到学区房 这小宝上学的时候啊 也方便 妈 这你那么好 你让我怎么感谢你啊 这我小只 还正在闹离婚呢 妈 谢谢你啊 静静 说什么呢 这一家人 说什么谢谢呀 你永远都是妈的儿子媳妇 你放心吧妈 就算我和小只离婚 我也会好好孝敌你的 一会儿咱们就 一直生活在一起 好啊 静静 不要再说了 你吃饭没有 忙起给你做点吃的 妈 你看 你回老家都那么累了 你歇着 我去给你做饭 好啊 这静静 多好的儿媳妇呀 小只 你得不要回来了 妈 你看我 我这儿生活在哪儿 我不回来 我去哪儿啊 你爱去哪儿去哪儿 小只 你不是有鬼是吗 不是要被静静离婚呢吗 你还回来干嘛呀 妈 你看我这儿 一点钱都没有 我在外面吃不好睡不好 你就让我回去吧 你还知道说你没吃好没睡过呀 小只 那人家活该 赶快走 别在这儿什么时候干嘛 走回去 妈 你这又干不走 我去哪儿啊 你也去哪儿去哪儿啊 不要回来就行了 妈 你怎么了 我听着你在外面和别人吵起来了 是啊 那个小只 又回来了 小只回来了呀 是啊 你说说 他那么不争气 现在在外面 没吃了没喝了又回来了 我也把他赶走了 妈 这你又把小只赶走了 他能去哪儿呀 你说的也是 静妞 妈想跟你商量商量 要不 快叫小只回来吧 我看他现在那个样子 他一定也知道错了 妈 你要是想让他回来 就让他回来吧 这毕竟 也是他家 静妞 你能这样想 我心里 还是挺欣慰的 妈 这毕竟 小只是你的亲儿子呀 我想 把他赶出去 心里肯定很难受吧 就把他叫回来吧 我没事的 那好 静静 既然你同意了 我就出去 跟他说 让他回来 以后啊 让他好好对你 唉 唉 再回去了 唉 姐姐 我早就行了 你坐这歇着吧 唉 这以前在家 什么时候见你干过活呀 这这以前啊 是以前 以后啊 家里的活 我来干就行了 怎么还没回来呀 你快来 我给你拿着 快坐 来进去 坐 你这上一天班 肯定累到了 来我给你那天 谢谢 谢谢 谢谢